但我就不把舊的删掉 我就把它注解 比如这一行我也许我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一个一样的 然后把上面这一行 先保留一下 保留就砍错加斜线 用下面这一行来改 两边比较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这一个字串 这一整个字串 输出这个字串 把它改成用format来写的话 那其实特别出于 其实format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丢一个像这个i 我不用转型 那我只需要给它一个什么东西呢 像前面是加一个什么 它的结构一定是加一个大瓜糊 特别它一个变数要放进来的话 你给它一个大瓜 里面如果你不格式的话 就是只是放资料 你就大瓜糊就好 里面就不用指定 像刚刚还要什么 冒号点二也不用 你就是大瓜糊就好 那它结构一定是什么 一个大瓜糊 有没有 后面这个也不用了 这个瓜 你就直接打 第二个大瓜糊 等于呢 第三个大瓜糊 后面这些也不用了 然后再加上 加上一个tag 就是这些都是把它当字串一样看淡 所以它的结构你会发现 就很简单 就是我一个大瓜糊 乘第二个大瓜 第二个变数 等于第三个变数 一个tag 它的结构又出来 然后只是差别是说 你要怎么再把资料 丢到大瓜糊一边去 所以记得哦 前后双引号 后面加一个什么呢 就这个字串 点 format 一样打一个format 然后瓜糊 这个时候呢 你又要给 前面有三个大瓜糊 你这边呢 就要给三个变数 三个资料 第一个变数就i 对 逗点 第二个就追 第三个什么 i 乘追 这样就OK了 诚实就写完了 也会比较简单 对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请你把format 学好 很多东西就变简单了 因为 前面是字串嘛 后面呢 就是丢的变数嘛 OK 诶 这个这样写完 我们来看一下 跑出来结果不OK 应该可以看懂 有个意思啦 而且我觉得 应该不难理解 而且还 蛮 蛮 蛮简单的 对不对 以后你就专注在什么 专注在 你那个不知道的东西的大瓜谷 当然以后如果你除了大瓜谷之后 还要格式的话 比如说小券很低 你就是在自己再加那个格式 至于格式规则 云端上有一个简表 另外如果还不知道的话 请你找那个官网上有format 的function 它写得很清楚啦 可是你看得很模糊啦 OK 不过至少你有的资料可以参考啦 当然就是抓药林 我的习惯是看 就是踹嘛 看到文原则嘛 至于他管他怎么写 反正我就是大概知道我踹一下 然后我再修正一下 我就可以做出我要的那个格式出来了 像这个也是 想一想 对用这样的方法 就写出来 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呢 OK 有没有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format真的是不错 好东西 可以把它好好学好 再来的话当然 因为这个format 除了说它可以这样格式化之外 其实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我在云端上面 有放那个证照考试题 有没有 其实证照考试题第一类呢 主要就是考你format 会不会用format 排版 OK 然后呢 第二类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考你什么 考你逻辑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那第三类是考什么呢 第三类就是考回圈 就是今天讲的 比如说第三类 回圈 偶数 连加 不是刚刚有写过吗 所以其实程式 基本上如果你会 我上课讲的 你先去拿来考试做这题 应该不会很困难 那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比如说 以这一题来看 它意思是说 如果说从14到1144 累加的双数部分答案是多少 你就输出 就OK 所以基本上 像你这一题来看 要怎么写呢 第一个嘛 你可以自己在新建一个专案 或者是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 一个module 然后题号 比如说那是302 你就加一个a好了 302 特别是 那个 名称 那个专案名称跟那个module名称 尽量不要用数字开头 因为程式里面尽量不要用程式开头 你可以加一个英文开头都没关系 不要数字 全部都数字命名 因为容易出错 可能不会出错 也可能会出错 尽量不要就对了 比如说我就加一个a a302 那你finish 那如果以刚刚那一题来看的话 我们需要做什么 其实像以这一题 你就是输入一个输入两个 所以特别注意 那这边它没有显示出什么 所以你就是a嘛 a等于什么 一个input input打上去 然后一个小刮符 然后呢 记得要转型 所以转型的话 要不加int 刮符起来 有没有 然后刮符 a就产生了 然后它就输 刮符里面不用 跟它提示说要输入什么 因为这个它考试 它没有要你请输入什么 起始值 请输入结 但知道就可以了 就直接 再来的话这边这个b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的偶数加总的话 自动加归 ok 然后你就想for i in range 的话 有没有 那我要刚好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内 而且它是偶数的话 那你初始值就是a嘛 然后逗点的话结束值就是b怎么样 哎呀要加1吧 因为它理论上会是在它的后一个结束 所以好ok 然后逗点 偶数的话呢 那就是吧 加一个2不就好了 然后一个冒号 enter 然后你就怎样 把它得加 累加的话就是什么 刚刚一样嘛 ans 等 加等于好了 我喜欢这样简写 加等于i就可以了 最后怎么样呢 把那个print结果 print出来 把那个 ns里面的结果print出来 这样就ok了 不过你要test 看一下ofok 还有一个 就是什么 区域变数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放在里面 外面print抓不到 所以怎么办 在这边加个ns等于0 好 程式应该就写完了 看一下 程式ok 我看一下 11 所以你如果要try结果的话 你就是试着怎么样 输入的值跟它要的值 一不一样 比如说我就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14看看 然后1144 这样应该ok吧 14 enter b就有14了 1144 再enter 结果如果是3277 14的话 那就得分了 enter 得分了 好 就是这样 考就考这样 考试就是 如果你抽到这一题 你就照着 把上面打完 你就得到 这个 就过了 是 159的话 是因为从10开始加进9 这样 你就只如果是正照考试 你就不要把 就是 那个逻辑想太复杂 因为它就是从双数开始 ok 它不会从基数开始 对对对 不过你也可以试一下 因为基本上 如果针对考试的话 它就是偶数到偶数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再变化 你可以自己再 再试试看 你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从 9 有偶数9的话 对 那你 那这个偶数是偶数 所以这边可能要一个防呆 有没有 防呆 就是说 如果你输入的A 如果不能不是偶数的话 它就是直接讯息 其实说 请输入一个偶数值 这样就ok 因为我们这个考试的逻辑 它没有想到那么周全 所以你也不要钻一条街 当然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是ok的 因为这边当然我们就需要一个 如果你自己工作上用到 那你就要去思考说 可能用户会乱输入什么东西 如果它输入了不对的东西 你就要把它剔除掉 就break 掉 就不要让它继续跑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你刚刚 没有 我想问 如果 就A输入的大小 比较大的话 那我们 对啊 这也是防呆问题 对啊 所以其实 后面 因为这考试 它基本上就考一个 一个简单的逻辑 它没有想到 它没有说特别还要去说 如果那个 A的值如果比B大的话 那应该要倒过来才对 A比B大的话就0 就0 没有啊 如果A比B大 你就要颠倒过来 就是说一样照去加嘛 只是说就是把大的一直加加到小的 没有啦 当然这个我刚刚讲过了 不要把这个问题想的太复杂 很多事情都是很简单的 如果越想越复杂 那这考试不用考了 这不知道怎么考了 所以它的逻辑很简单 而且它没有没有考虑到防呆问题 OK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要以考试来看 你就输入它这个 再输入它这个 得到这个 应该就得分了啦 OK 至于其他的东西呢 可能还没想到那么多 OK 试一下 还有啊 这302如果OK的话 有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304 304是回圈倍数的总和 回圈倍数的总和 所以说24会是50 为什么 24倍数的总和 5倍数 5 对对 他没有 对这5啦 所以其实说5 15到20就没有了 所以5加10 加15 对 然后再加20 加起来刚好50 对对对 这上面有去处 5的倍数 是5而已 所以你也不要问我说 老师如果改成其他的 考试 如果考试的话 他这样就过了 至于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自己再去修改 OK 针对考试部分 304 306阶层 什么叫阶层呢 比如说你输入15 就是意思说 应该15 14 13 一直往下 到1 互相乘的结果 所以意思是1 乘2 乘3 乘到15 数字就下面这个 当然理论上1不用乘嘛 1乘那个还是自己原来 所以是从2开始这样 所以一直往后面乘的结果 输入15的阶层是多少 把它结果输出 怎么写 不特别重要 知道逻辑要把程式写出来 才算是你学会了 OK 不是说看答案 你要很直觉的可以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给各位参考 如果大家对那个底下这些 第一类 第一类是 第二类是逻辑 第三类的话就是回圈 试一下 另外的话 我们待会也补充一下VBA 其实VBA跟那个 跟那个Python 其实我觉得写法差不多 你如果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可以自动输出到 那个储存格的话 基本上 背后也是写一个什么 也是写一个回圈 是for i 一个是for j 不过它的叙述的话 在那个VBA里面 它是 它没有range 它就是1到多少 1到9 如果说后面你要 单数或双数是加在这里 它是加一个step step 空一格 2就可以了 那就是13579 OK 所以它的加法不太一样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嘛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所以第一列的第一栏 先跑第一列第一栏 那把这个后面的词 丢到这里面来 有没有 然后换下一个 这边有个nets 换下一个 这边不用考虑要换行 因为在VBA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概念 所以它就一个一个横向 跑完之后 这个追跑完一次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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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跑完为止 OK 所以概念上 你会发现跟那个 这个Python还蛮像的 只是说这个写法 特别需要 如果你没有学过VBA的话 我再把那个写的方式 跟各位再讲一下 一开启一个空的 这个Excel 二的话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三的话怎么样 你就把那个这边的模组 本来这个模组没有的 所以我把它移掉 本来是空的 本来长这样 记得 一样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跟那个Python一样 也是插入模组 只是差别是说 你如果要写个99乘法表 你就在这边插入程序 或者我习惯打一个什么Sub 空一格 你就打什么 名称叫99乘法表 然后打完之后 Sub名称 Enter就可以了 好 你就把乘式打在这里 OK 就是 4 4 i等于 1到9 OK Enter 两下打一个Next 然后里面的话 会变成 这边一样 4回圈 那这个是追回圈 然后这边把它改一下 写法其实跟那个蛮像的 那一样输出到哪一个除存格 这边注意 这个除存格 它是先列 所以我先 我讲过 因为我习惯把i当成列 把追当成然 那输出什么 等于 就是 i 乘 后面串一个 那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是用加号 那在VBA是用end符号 这个可能是差一点 而且前后要空白 end什么呢 end一个 乘号 所以X 然后 在后面一个end 然后一个什么 再end一个追 追 然后 再end 麻烦 end一个等号 然后再end 两个相乘的结果 所以两个相乘的结果就是 i 乘上 追 OK 结果 就完成了 这个当然程式云端上也有 如果你把它run 最后做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 基本上应该就OK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试一下 打错字 打错字 所以你会发现我都打小写 如果移开 第一个字没变大写 表示打错字 OK 我希望没有发现 OK 可见人应该快下课 好 诶 奇怪怎么还错 看一下 九九乘法表 提醒一下 有了 OK 诶 没错 程式这样都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因为在VBA 还有比Python简单一点就是 不用转型 因为VBA 会帮你转型 这个程式云端上也有 一模一样 我有把它拍照 那还有什么 这个地方我也想过说 在VBA里面有没有format 它有format 可是没有Python这么好用 所以干脆不要用 这样已经最简单了 OK 所以程式怎么写 当然没有说一定什么固定规则 不过尽量能够越直觉越好 OK 那就是尽量不要写错 我讲过了 程式一定要100分的 差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补充 一 云端上面有一些题目 所以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先自己做做看 二的话 把这个Python的程式的回圈 改成用VBA输出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因为刚好 VBA里面已经有eSales 所以eSales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物件 叫Sales 这个Sales 刮户里面就是哪一列哪一栏 所以它会什么 丢到它的哪一列哪一栏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丢 就先丢第一个 再丢第二个 再丢第三个 丢完第一列之后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意思类推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你会发现 程式之间基本上 我是觉得 可能语法上少有差异 但逻辑上面 你只要找到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异点 你很快两边可以改写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我来说 你是写在Python或写在VBA 其实倒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主要就是说你要针对你的工作里面哪一个工具是比较恰当 比较合适的 那你就是见招拆招 如果是你本身就Excel档 所以有时候反而用VBA来处理是相对的简便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用还要去想说 我Python要怎么去开启Excel档案 然后将来我处理完之后 我又要怎么样把档案再写回到Excel里面去 因为如果是用VBA的话 这些根本都不是问题 但Python可能是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因为回圈 这个实在太重要 尤其是Fall回圈 基本上如果你Fall回圈不熟的话 以后在撰写程式 这个状况应该会非常多 因为回圈两个比起来的话 反而我觉得Fall回圈用到的机会是相对的多很多 像我基本上大部分都用Fall回圈的机会会比较多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好 对 好 我 mois 感谢观看